来 来 来 这边是 我这几天啊 一直在想周云跟我说的那句话 怎么样 她说我这个病 治愈的可能性很小 既然是很小 并不代表 完全没有可能 对吧 对啊 对啊 所以只要有可能 我就得去争取 就得试试 你说呢 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 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哪儿那个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看一报道说 柬埔寨那吴歌窟 是这七大奇迹之一那个 它里头有多妙 那妙里头啊 说有块石头 只要是不孕不育的夫妇到那儿摸它 连摸三天回去立马就生 咱去那儿怎么样 就去那儿了 我明日就订票去 好吧 你也知道 我从来都不信这些 我还是比较相信医学 你说世界上得我这种病的人 难道就没有一力是治愈的 肯定有啊 所以从明天起 就我这个病 我得从多方面去调研 你呢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也帮我找找 行 行 我还就不信了 但是 是这样我觉得如今 调研咱要做 并也要努力去治 但是万一 我说的是万一啊 万一那什么的话 那咱日子还得过呀是不是 是啊 你说我这么好奖一人 我一直以为 没有什么事是我努力办不到的 就比如说我打官司吧 我打了那么多官司 从来都是赢 就没输过 难道这个坎我会过不去吗 这才是我老婆吗 这才是叶的律师 怎么样 这个心情好点了吧 觉得轻松多了 那就这么着 所有的工作咱们从明天开展起来 今天咱们彻底放松 那个 饿不饿 是不是咱们很长时间没 没 没一起火锅了 这就是你说的彻底放松啊 那这 这有点想 是吧 那那这回咱就来一众了 不 暴力了 这有四个片子 你看 你看 你想看哪个 你看这这开 观影 藏可乐 爆米花 和一个 你想看哪个 吃饭 我突然不想看了 咱们走 爆米花 啊 是啊 去说实话 其实说实话这四个都不怎么好看 否则也不会送这送那的 走 白丽 谢谢妈 白丽啊 你能回来就好 妈 爸 我之前有很多事做的不对 你们别生我气啊 行了 都过去了 那老话怎么说的呀 上牙还有磕下牙的时候呢 这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 哪能没有个磕磕碰碰的呀 是的 有时候呢 是我做的不对 有时候啊 是你们不懂事 对吧 这今后咱们要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就得互相包容 理解万岁啊 是 妈 你说得太对了 我跟白丽吧 已经是当爹妈的人了 所以呢 我们明白 白丽啊 你能回来 我们就高兴 是不是 谁家没有大大小小的事呢 这事啊 咱们过去了 不说了 好不好 喂 请问是越湖医院吗 麻烦你帮我转一下升职技术中心 好 谢谢 行 我知道了 哎 麻烦您把你们的地址发短信给我吧 我会尽快预约 好 好 谢谢啊 打完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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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了好几家医院 结果跟周云说得差不多 几乎没什么可能性 哎 哎 今天下午王院长推荐那家打了吗 这不刚挂完电话吗 这家医院比较谨慎 嗯 说是不认之前的检查报告 必须本人过去 再做一个全面检查 得出结论以后再给意见 那 那也行啊 我陪你去呗 不用啊 这事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别跟着忙啊 不是 该去还得去啊 我也就是去试试啊 估计 希望也不大 你别这么想 再说了 前段我看报道不是什么 艾滋病好像都都都快给功课了吗 这怎么就不能治了 去去 该看还得看 爸妈是 后 后天回来吧 明天 他们回来之后咱们俩 比如在家里说这些事 然后打电话呀 包括那些警察报告都得都得注意 最重要的是 要去医院检查 千万别把联系方式 家里的联系方式给留下了 我都已经想到了 你放心吧 这么多年 我什么时候给外人留过家里的电话呀 行 你就别操心了 如雪 快来快快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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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快回来吧 你妈快回来吧 哎呀我天哪 这一出去吧 我去查这个水果吃点 哎呀这这 哎呀我天哪 看你累着印 这一出去吧如雪 才发现呢 我们是无比的爱国呀 我跟你说我跟你爸 借着两条腿往回跑 一天都不愿意多待了 是不是他爸 那句话说的好啊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吗 哪儿也没有家里输他呢 走一圈还是不会说话 有这么好的狗窝吗 爸妈不是我说你吗 不是走之前就跟你们说吗 这大老远的路轻装前进 你还是 这这感觉把国外商场全搬过来 你这都没没超重啊 两天两天两天 儿子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吧 这位如雪 你们肯定也听说过 到国外旅行 那是上车睡觉 下车撒尿 有点时间花点钞票 这话用在你妈身上是 再合适不过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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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有钱呢 儿媳妇给钱呢 如心 如心 这都是你给钱买的呢 你要不要说说你那丢人的事 不是 说好了 有意思 好 你妈出去购物 走丢了 整个旅行社等了她一个半小时 是 有这事吧 我跟你说她爸 你说我 我也把你的事也说 行行行 也有啊 你说说 她在家不是 天天早上就吃那小咸餐什么 到外边这些西餐呢 吃不着啊 哎呦 难受了就说 我嘴里没味儿没味儿 就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爸没了 我一看 那餐厅是好多团嘛 是吧 一看跑上那韩国那团去了 直门瞪眼睛盯着人家泡菜 哎呀 太丢人了 结果我俩下午 就看着中国超市了 就我买了一大袋那个什么叫什么炸菜 炸菜 一大袋 马上坐飞机 开吃 发的就这么一个小面包 我俩把半包炸菜全给吃了 全给吃了 哭了呀 哇 你们教的英语用上了 哈喽 水 水 水 喝的我俩正在那叫水呀 太丢了 有没有这事 有有有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了 你快把包子打开 让他来看看都买这什么东西了 对对对 炸粒粒 炸粒粒快快快快 那那个 来来来来 我来 慢慢的慢慢的 大分手 来演出正式开始 咚咚咚咚咚 第一件就是咱们如新的 多好看呢 那 怎么花呀 花 年轻时候不花啥时候花呀 什么 穿 对 你爸还让我买呢 对呀 我给你讲 你生完孩子 肥肥大大地穿 多好看 还有这个 这也是如新的 这个是如新的 那个叫什么东西 这个什么营养品 什么的 还有那个防射服呢 防射服 对就是人家国外人 现在就是都新穿这个孕妇 人家说穿上那个 那小宝妇 绝对能挡住任何辐射 我想想那个 那你先别看了吧 那个 飞了十几个小时 也累了 你先先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起了之后再展示 睡一会儿 好吧 就让你妈过过瘾吧 她买了这么多东西 不就想在你们面前 显摆显摆吗 对了 显摆显 我跟你说 这倒时差没事 妈一点都不累 来把那个箱子 给妈拿过来 快点 先看这个吧 一个一个来 对了 小孩穿的 不不小孩穿的那等会儿 那不着急 那以后的事 妈给你买的化妆品 你看多好 这是什么最大的牌子 妈可舍得了 把那个钱 就给它花出去了 等你生完孩子之后 你就抹这个 你抹什么妈都高兴 知道吗 你看看国内有没有这牌子 妈 你们先收拾吧 我回房间了 怎么了 这马不对了 没有 不是 都对 挺好 就是可能 不舒了吧 不太舒服 可能 你们先 我去看一眼 你歇会儿 太累了 歇会儿 起来再展示 热能把人热 热成这样吗 他爸 也许是真的不舒服 也许是真的不舒服 我怎么觉得不对 肯定是有事啊 有事 什么事 你不觉得如心和志文 特奇怪吗 何以间的呀 你别又是自己在这儿胡思乱想啊 我跟你说 从志文让咱们出国去旅游 我就觉得有点不正常 你看咱俩回来热闹闹的 把说得那么 然后就买了那么多礼物回来 他们怎么像无用于衷似的 尤其那如心 一点笑容影都没有 然后还一扭声回屋了 这正常子 太不正常了 不过又是觉得咱们 给他们压力了吧 哪给压力了 你回想一下 我哪句话是给他们压力 没有啊 也是 我真觉得这事太 这关键时刻 我跟你讲 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我想找他俩去谈一谈 阿嘉 你别说风就是雨了 万一他们两个 没什么事 你怎么一问 不又显得咱们草木皆平吧 可是不问的话 我心里长草啊 我跟你说呀 我这第六感觉可准了他吧 绝对有事 一摆着的 你看着 你等着吧 一条大河 一条大河 的薄荷浪宽 风吹到花香凉 朋友来 哎呦 卢盛 这么早就起了 妈 你们穿这么正式 你要签什么合同浪 哎呦 最近不是忙工作吗 我得一步一步好好做 多浩大的工程啊 哎呀 我儿子出息了啊 妈真替你高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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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拆迁的事啊 大家都不容易啊 这有的人呢 是吃软不吃硬 所以你要有耐心 跟人家好好地说 这左邻右舍的 我和你爸 还得跟人相处呢 行 妈您就别操心了 您也挺辛苦的 哎呦 哎呦 王老师啊 你的学生进步 大大地啊 啊 妈 哦 对了妈 有件事得拜托您 说 啊 白衣不回来了吗 您千万别跟他动气 好好相处啊 啊 瞧你说的 我这是 宰相肚里能沉船 用不着你定住啊 行 那我先走了啊 行 哎你咋饭还没吃呢 不吃了您跟爸吃吧 走了啊 路上买点吃的啊 好 小心点啊 这玩意啊 你去那楼下把那巴士拿了 来 走 走 你在干嘛呢 你回来正好 我正想问你 你这上面写的这块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叫从此以后 就跟孩子绝缘了 你怎么能翻我东西呢 你别说什么犯法 你先回答我 这是什么意思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你怎么能随便翻我东西呢 我随便写的 我我就看了 看了怎么了 你跟我说 到底怎么回事 别着急别着急 有话好好说 你你你进来正好 你媳妇日记上写着 从此跟孩子绝缘了 我小妈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咱们说好了生孩子的吗 难道你们就在用一块 一样弄出这句话 什么意思 别紧张别紧张你 这可能可能摘抄的什么 这个诗歌里的 画吧 诗歌上有有有这种画 这孩子绝缘了 这是如心她可能备孕她可能 以后你别再瞎写这东西让妈误解 知道吗 这骗傻子的 傻子 我傻子 我信你这种解释 不是 你给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妈 我跟你说实话 志文 事情到这个地步了 没必要再瞒了 妈 你别胡说八道 是这样的 放手 是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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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医院检查过了 我生不了孩子了 所以我才这么写的 你明白了吗 你别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 这都是事实 志文我跟你说过的 这种事情没必要再瞒下去 没有意义的 他们只早会知道 你够了 你飞马去家拆散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也如心 你现在给我闭嘴 你跟这儿别给我出 你跟志文 志文 你跟我说 她说她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她真的不能生孩子 你直接跟我说实话 刘淑 是不是 你如心 你可真有意思啊 你生不了孩子 你还跟我闹 你还痴死我 我看你什么事情 我看了怎么了 我不看我能知道吗 你要真生不了孩子 你应该感到内疚 志词 是 我是觉得很内疚 我很惭愧 我对不起你们 我对不起你们全家 我谁都对不起 你少说一句不行了 那怎么样 行了 你们能不能出去啊 能不能让我自己待回来 听见没有 志文 她让我们出去 你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 这是我儿子的家 是老柳家 我们又没有错 我们凭什么出去 要出去也是你出去啊 我们凭什么呀 柳志文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你的好媳妇 你看见了吧 她要是真不能生 她还跟咋碰 她凭什么呀 我跟你说 她要真是不能生 咱还真不原谅她 我跟你说 她 干嘛 你不说话是吧 你向着她是吧 你看你妈气着 你无动于衷是吧 你还向着她是吧 哎呦 气死我了 哎呦 气死我了 哎呦天了 受不了了 哎呦 我受不了了 哎呦 气死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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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 她不能生孩子 她还跟我哼啊 哎呦 姐 姐 你怎么了 如新 出什么事了 哎哎 姐 姐 姐 慧哥 我们继续 那是什么 那是商业街 这片见完以后再见 说 好 哎呀 如新回来了 哎 赶紧进进进 喝点饮料去 那么大热的天 妈 嗯 我想在家住几天 如新啊 蛊 龍行 怎么回事 我就是心情不好 想回来待会儿 我去穿房间吧 你跟我妈说实话 是不是你婆婆张金方又未生孩子的事啊跟你没完没了啊 哎呦 他 他不一直都那样了吗 如馨啊 你替妈一句劝 这天底下当媳妇的也难 当婆婆的也难 你就替人家生个孩子吧 就是你怎么了 你怎么站她那边说话呀 你以前也不这样啊 如馨啊 这是人之常情 你说你嫁过去那么多年了 也该生个孩子了 再说你不是 答应你婆婆张金峰了吗 行了 妈 您别烦我了 您让我歇会吧 如馨 你今天必须回去 你听话你 妈 回去 再见 咱有事再联系 也许她该跟母亲说出一切 可是话到嘴边 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今天我们完成了核对项目的细节之后 明天就着手开始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没问题的话 散会 好 那个赵总刚来交代下去 给抓你办啊 好的 好的 好 好 好 走吧 来 怎么样 找到你姐了没有 不接电话 让人太担心了 这样吧 你回家问你爸妈最近出了什么事 我想办法把你姐找回来 好 辉哥 要麻烦你了 客气 走吧 哎呀 你就别着急了 你急傻呀你 哎呦 坐会儿 大热的天 王老师 你不应该把女儿赶出去吗 瞧你说的 我这哪叫赶啊 我是为她好 你自己的女儿你还不了解吗 是不是 她遇到什么困难都是自己解决的 这次她提出来要回来住啊 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啊 不管她遇到什么困难 她这么做是不对的 她是有丈夫的人 那住在咱们这儿算什么呀 行了 给志文打个电话顺便劝劝她 对 给志文打个电话 哎呦 赚信 往家里打一个 好好好 哎 通了 喂 喂 亲家 哎 是我呀 乖乖 挂了 挂了 这事啊 没那么简单 孟老师 你说怎么办哪 我真是气死人啊 章云 这件事你必须帮我 帮我开一份证明 但千万不是你们医院的 我们 tanta并有 你放下帮我 我看你 这么巧啊 我们在家里农的 了 sun也不想到的 recall 好 airport 你再来这儿 看那边 小的时候养生的习惯 是很难改的 不过这儿真的很好 安安静静的 没有人会打扰 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你遇到一件事 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你会怎么去面对 心结始终要心要去医 你不尝试 一点机会也没有 尝试过了 而且做不了的话 没办法 只能去面对 接受 就像我 我怎么都得面对 我不能生孩子这件事 那 当你知道这件事以后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最大的伤害不在这儿 而是 欣儿的身世 知道吗 她是我最爱的 但我知道这件事真相的时候 我就觉得老天爷给我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 她告诉我 我最爱的女儿带给我一生最大的背叛 我曾经试过愤怒 试过怨恨 但没用 后来我想通了 后来我想通了 我就接受了 我想因为欣儿是我最爱的女儿 因为有爱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其实你也可以 这事嘛 别人帮不了你 主要是靠你自己的力量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今天陪我聊了那么久 我心情好多了 今天你跟我说了好多声谢谢了 其实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是家庭的 也许是事业的 但是我相信 你一定能解决的 你怎么那么确定 我一定能解决呢 其实我自己都没什么把握 因为我认识你二十年了 既坚强又乐观 什么样的困难 都不能阻止你往前走 其实我没你说的那么好 而且吧 你很爱笑 你的笑容 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很温暖 很踏实 行了 你不想说就不说了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心里的秘密 这很正常 时间不早了 进去吧 她不在等你呢 那我走吧 嗯 如新 你回来了 你到哪儿去了 可急死我们了真是 如新啊 我跟你爸一直都在等你呢 饿了吧 妈给你做汤圆去啊 不用忙活了 我已经吃过了 闺女啊 我跟你妈呀 要跟你说的是 这就是你的家 你想怎么住都可以 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永远都支持你 我知道了 行了 别说了 爸 我累了 我去睡了啊 请来让她休息吧啊 爸 来 睡了 睡了 多处理 快快快快 谁敢看我工作笔剂了 不是 你放在这儿我不能看 国家机密啊 内部消息 别说出去啊 老公 咱们家分几套 三套 三套 三套怎么能够呢 怎么不够啊 给你八套行了吧 不是 咱们家怎么得也得有四套啊 你算了 你爸拿一套 咱们一套 还有你姐 你姐户口在这儿 你姐也得要一套 还有咱们家紫秋 紫秋也要一套 你让她出去当过去啊 当然了 她现在小 但她以后长大了 她得娶媳妇了 得成家立业 她没房子怎么能行呢 老婆 多元以后的事了 你现在就开始考虑了 当然了 我当然能为我儿子考虑了 他有你这么一爹 就你这点经济收入 以后能给咱儿子买上房子吗 我可不想让我儿子像你这样 要不然连媳妇都找不着 行行 得 咱等房子真分下来 再商量行不行 我不管 反正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紫秋一套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如今就这么被困在原地 动也动不得 怎么了 儿子 你跟妈说 你没骗我是吗 我都跟你说过了吗 你跟妈再说一遍 你真没骗我 医院的单子都给你们了 这这 志文 你跟妈发个誓 妈才信 你跟妈发个誓 好不好志文 要不妈无论如何 妈不能 你没完了你 你还想怎么逼我呀 您儿子也是人 也会生病也会受伤 我从楼上摔下来 你腿也得折 世界上有没有这种病 有没有 有 有 我就有可能得 怎么了 不合理吗 行 妈 我不孝 结婚这么多年 我没让您抱上孙子 妈 之前是我不想要孩子 我对不起你 现在是我没有能力 我要不了孩子 我更对不起您 可怎么办呢 您想让我怎么办 我瘫上了 我点被 我 我愿意吗 我他妈就不是个东西 行了吧 承儿 承儿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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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了 是真的 乌京震儿 怎么也不会想到 竟然是智文不能生 你说你啊 一次次的伤人家媳妇的心 现在倒好 漏来漏去 是咱儿子对不起人家 我现在才明白呀 为什么智文对如心言听计从啊 他这是有短在人家手里 说不起话呀 你说一个男人有这毛病 那不就得挨三分呢 敌人一等啊 想起这个我真是心里难受 咱儿子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你说咱俩过去 还那么逼得生孩子 那不等于拿刀往他心上炸呀 你说他多难受 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真不应该那么醉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现在最要想的就是 智文和如心的将来 该怎么办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咱不能让他离开智文啊 咱现在得扒儿子 把媳妇给哄好知道吗 给哄好 你现在知道哄了 你早干啥去了 咱们现在回想一想 人家如心表现得也够好的了 要是因为这个 人家提出离婚 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对啊对啊 大爸 是啊 咱俩从今天开始 咱夹着尾巴做人 我现在就得把我的身段放低了 你提醒我好不好 是咱儿子有毛病 咱不能知道吗 我只要小尾巴一翘起来 你就给我 我帮你摁着 如心啊 我们叶家村啊 赵辉协助政府搬前工作 可真不容易啊 是啊 赵辉这事啊 其实干得不错 就连如胜啊 也跟着被崇拜了 他只要从叶家村这么一过 后面跟了一群人 哥呀经理呀这么喊着 臭小子变名人了你看 如胜这次啊也算是走上正月了 你们可以放心了 闺女啊 你爸这一辈子啊 要成就没成就 要什么没什么 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 你们这对儿女 你呢从小就是爸爸的骄傲 如胜这小子 没让我跟你妈少操心 现在变得有出息了 我跟你妈呀 不管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这一辈子啊值了 值了 什么值了不值的 我跟你们说啊 分房结果出来了 啥出来了 看看看看 咱们家运气真好 分了三套呢 这么多啊 还说呢 就是咱们家紫秋带来的运气 你说咱们等拆迁等了多久啊 这紫秋一生出来 这房子又分了这么多 你说不是她给我们带来的福气 是什么 行行行啊 好事都是你孙子 因为你孙子脑袋挂 磕着四个字 招财尽宝 我还跟你说 就这么回事 你看 喂 喂 什么事你说 什么 不行 绝对不行 怎么能变这种瞎话的 你竟然会把事情越弄越糟的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妈 你怎么来了 如馨呢 妈来接你来了 爸 知本 妈呢 她去如馨家了 啊 知本 来 坐一下 知本啊 你妈说了 事已至此 她还是亲自去如馨家去一趟 把她接回来 咱们这个家 不能这么就散了 说不定 她真能把如馨接回来 爸 对不起啊 说什么对不起啊 这又不是你的错 你现在说这样的话 爸妈心里只能更难过 知本啊 这次如馨回来 你们一定要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相濡以沫 相守白头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爸妈相信 你们一定会好好过的 之前都是爸妈糊涂 知本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最重要的是 把握住现在手里的幸福 可有一点你得记住 爸妈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们好 对 知道 知道 咱们 行了 好 知本 是 以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 爸妈 都会跟你一块扛着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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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 怎么不打神招呼就来了 不打招呼不能来呀 能来能来 我给你倒杯茶 不用不用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想请你们稍微回避一下 我跟如心有两句话 行吗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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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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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